對 那陳醫師來振兩個牌子 哪一個是你的 就拜託拜託 身為一個高道德感的醫師 其實很容易心軟 陳醫師拜託拜託 我真的很需要一個專業又有道德 而且有正義感的醫師 你真的很會 你真的很會 沒有 我自己的歷史是這樣 很多詐騙手法都利用人類心軟的心理 尤其是所有的醫生 其實大部分 跟其他行業比起來很多是心很軟 比較沒辦法像劉律師這樣 劉律師突然覺得被罩了 對啊 隔壁這個刺特別大 然後剛出道的醫師會更心軟更好看 我一個四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開膽結石 那時候已經有微創了 那一般微創的膽結石開完之後 其實第一天蠻痛的 第二天第三天會有點痛 可是不至於痛到那種地步 那他已經開完到三四天 他就一直叫他很痛啊 沒辦法起床啊幹嘛等等 那後來他就說 陳醫師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也幫他做很多檢查 其實都正常 那時候剛出道而已 那他就說 真的我很不舒服 我可不可以住院住到一個禮拜 那其實那時候健保 開始有些規定 你就不能給他住那麼久 那所以我就說 那真的沒辦法 有礙於規定這樣 那他說那陳醫師沒關係 我出院沒關係 可是因為我的工作 真的就是要做到非常粗重勞動 所以你如果讓我直接出院的時候 公司看我出院 他一定叫我直接上班 沒辦法休息 沒辦法休養 我的體質可能比較特別 又這麼不舒服 那拜託拜託 你可不可以幫我寫個診斷書 讓我可以好好休息 那我說那你想休息多久 那時候剛出道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 那你幫我寫 剛休養一個月可以嗎 還很客氣 那因為病人從頭到尾都很客氣 那你又心軟 你就想好給他寫一個月 就幫他寫 你以為寫完這次就沒有了嗎 給他一個方便 隔了大概差不多兩個多月之後 就我就收到那個保險公司 要來調病歷 那我想說 欸調病歷應該還好吧 可能為了保險 要理賠 對 結果調完病歷之後 隔了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醫院的長官 跟這個保險公司的專員 就特別找我約談 約談什麼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為什麼會這樣要找我約談 原來這個病人 他是在外商公司上班 他做的是行政工作 然後最大的重點是 因為他的保險內容 只要我們寫在家休養 多寫一天 他多領三千塊 所以他後面 他的內容 當初簽的是那種 所以他只要我跟他寫了那麼多天 那保險公司會一直那個 因為保險公司那時候 搞不清楚我的狀況 他有一點懷疑 因為你知道醫界也有 不復道德感的意思 是會跟保險黃流 掛鉤的 會出這些問題 所以他們要 所以他找醫院的高層 然後先從側面了解之後 好像知道我這是第一次發生這種事 就找醫院的高層 然後保險專員一起跟我談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請我要在病歷跟他的一些診斷書上面 要做適度的修改 但是從此以後我們就學會了 其實不要這麼老實寫說什麼 宜休養一個月 對 如果真的真的病人 真的是有搬中物的需求 我就最多寫 就這樣 就可以避開這些問題 可是你之前年輕不懂事 你會被落入 有時候搞不好 萬一他已經被歸類為 詐欺這種慣犯的時候 對 我甚至會要有出庭的問題 對 我們就到過這種醫師 一槍 一槍 一槍而已 就有所長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劉律師的弱點是什麼 我們也可以朝這個方向下 就是這一場對不對 最後一個 好 那你的罩門 我一定沒有 他講的是 我們很常遇到 當事人這樣子 那我們就遇到有一個 來找我們一個男的 他就來找我們說 劉律師我跟你講 我想要換律師 所以我要找你 為什麼我要換律師 因為我這個案子 明明就可以贏的 我的律師都一直叫我 要就是跟對方和解 和解 我覺得我原本那個律師很爛 然後可能不想打 收了我的錢以後 就不認真 都叫我和解 不努力打 那劉律師 你來幫我 我一聽說 好像有點道理喔 那你是什麼案子 他說 我呢 被我的太太告了 說我游小三 然後要來跟我離婚 可是實際上面 就只是我偶爾會比較晚回來 或者是說 有時候我講電話 我太太就覺得 可能是疑心力很重 疑心力很重 太太的律師 就拿出了 我的當事人 跟另外一個女孩子 在餐廳吃飯 跟接吻的照片 蛤 我看他都傻了 我說會不會是借位的 哇你怎麼沒告訴我 你太太有 你這照片怎麼不講 對 他就講跟紅豆花是一樣 很有經驗 說這借位的啦 這不是真的啦 我太太故意要弄離婚 所以才去找人 拍這種借位的照片 你律師怎麼可以當真 這我看這好像不太像借位啊 這個怎麼看這個角度 好像有把關耶 對啊 好那就這樣子 第二次又開庭 老婆的律師 又拿出另外一個證據 叫做 毀過書 毀過書喔 大家知道什麼叫毀過書嗎 就是你有犯錯才要寫 對 就是在上面寫說 我做了什麼壞事 跟誰怎麼樣 所以我跟你認錯道歉 叫毀過書 嗯 我看得都傻眼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幫我當成辯護 我跟你講這時候就要說 他只是要應付他太太 太太就 沒有 他有經驗 他有經驗耶 你們兩個合開見 現在就對這次說 那個律師專業啦 我當事人就直接跟我律師這樣講 想說喔 我跟法官報告喔 我就是因為太太精神不穩定 疑神疑鬼 然後呢 晚上不讓我睡覺 硬要我寫這個毀過書 才能讓我可以睡覺 我為了應付他 很合理啊 我只要寫這個毀過書 可是你想想看 已經有照片了 又有毀過書了 法官就在法庭上大罵他 也大罵我這個律師 說 證據就這麼明顯了 你還要這樣子狡辯 還要 你要不要好好考慮 跟你老婆離婚 給他一筆錢 我的當事人放大絕了 跟法官說 法官 其實我早就想跟我太太和解了 我的律師一直叫我 不要跟我太太和解 叫我這樣主張的 我律師說我一定會打贏的 打我滾倒了 在法庭上三條線了 怎麼我反而變成要幫他變成害盜 對 我們跟他也沒有信任感啊 對啊 到最後我們當然就是解除委任 解除委任可以拿律師費嗎 法律上面如果我們的當神一直欺騙我們 對 甚至像這種狀況是 他來誣賴我們律師 我們當然就會跟他解除委任 而且不會還他律師費 那你有告他嗎 我不至於需要告他啦 但是我寫個澄清信給法官 因為我們跟這個當神的對話過程 有電子郵件 有LINE的對話紀錄 去跟法官澄清說 其實根本不知道 對 像我有一次就是收到有一個 有一個人他就LINE我 一個粉絲他就LINE我這樣子 他說我們好喜歡看你的戲喔 那我們真的很希望能夠 在電影上經常看你演出 那我現在我是一個 電影公司的一個製片 我想說可不可以請你到大陸來一趟 那因為我們這個戲喔 要拍四十集的 古裝大戲 我們有男主角是黃柏 大戲喔 對 大戲 我想說 我說那我們 宿妹評審你怎麼會 直接就用LINE賴我這樣子 他說因為有些時候透過經紀人 我們覺得好像比較麻煩 那我們既然 他說他也是試試看 看我會不會聽到這樣 看到這樣子的留言 那我就回他說 那有機會是可以合作 結果他很快耶 他不到三天之後 他就打電話跟我講說 我這邊已經處理好了 你什麼時候要到大陸來發展這樣子 我說這麼要 我說那我去問我家我太太 對 我太太 那因為他也是圈外人啊 他說有這個機會當得很好啊 當然要去啊 黃柏耶 對啊 然後我就想說是不是也應該要走出去看一下 對 然後我就搭飛機 我一個人了 真的啊 我就去了 我去到上海 那個人你跟他碰過面還是 沒碰過 就只有講電話 對 光講這個電話而已 你就飛了 我就飛了 因為他在那邊就一直說 拜託... 我們真的很喜歡你 就是這樣子喜歡 就說我們好喜歡看你演出 你好有那種魅力 這個戲 我們推薦導演說 他講這些話的時候 你這樣對自我有認知啊 有認知啊 有啊 對啊 拿了很多我的剪貼本 哇 你從什麼時候的 我都有 他的線好長哦 對啊 買很久的梗 我就到了浦東機場 我就看到 哇 是一個 是一個那個 就是一個小男生這樣子 那開他的紅色的車子載我 哇 這麼像嗎 因為我想說在大陸拍戲的話 製片應該還滿有錢的 我覺得 然後就載我去吃飯 餐廳裡面吃飯吃飯 不過他的格局都還滿高的 然後我到了晚上 他住了一個五星級的飯店 下面還有游泳池 很好 然後我就 感覺有被尊重的感覺 然後他就打到我房間裡面去 他說 洪哥你要不要下來游泳 你現在開始讓我有不好的想像了 有一些那種設施是可以用的 對 然後我就下去 因為我沒有戴泳衣 什麼都沒有 我就穿個那種修型 我說你游去啊 游完的時候 我說那我什麼時候去跟導演見面 他說不急不急 沒關係我還在聯絡這樣 對 就這樣子吃東西 游山玩水 對 總共過了三天 對 你說請問導演到哪裡 他說其實 其實也沒有什麼導演 所以他只是要見你本人一面 他想跟你一起玩三天 好用心 好用心的粉絲 他真的很愛你 對 真的耶 他想跟你游泳 對 我沒有跟他游啦 我只是覺得 因為他吃的是上海菜嘛 那我偷出他在點的嘛 那我就覺得說 覺得說 就是不會覺得說 有任何的那種不舒服 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只是說 我就是很喜歡你對不對 所以謝謝你陪我這樣 謝謝你陪我 你去幫他圓夢了 他就是想跟你做過三天 我想上來 我一毛錢也沒拿到 我至少也有出場費吧 而且還有自己買的機票 沒有 沒有 機票是他買的 機票是他買的 那他真的很有誠意 可是你這很可憐 我回去很難交代 很難 我老婆說 那你去哪裡 給我一個很難的 你都說你試鏡沒試過啊 哪有可能 還就跑到大陸去試鏡 所以你看喔 大家都說 台灣真的很有人情味 對 所以有的時候 真的會有好事發生 可是像現在 就是景氣不好的時候 好像陷阱也真的很多 而且每個人的罩門不一樣 所以大家還是要 提高一點點景物 我覺得天上 不會掉下來禮物 真的要小心 沒有早餐跟午餐的白天 對 今天也非常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謝謝